中印通吃 普京卖最先进防空导弹系统 六中全会后 习近平收拾曾庆红江西邦 黄明志墙外在火 看哭墙内人 据抗共法案 中驻美大使馆施压美商界 一句话点醒NBA球星坎特为中国人权发声 在中印边境紧张对峙之际 俄罗斯官媒11月14日报道证实 莫斯科正向印度按计划交付最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S400凯旋防空系统 总费用534亿美元 据俄新社报道 参加迪拜航空展的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总监苏加耶夫宣布了这个消息 俄罗斯和印度之签 关于S400防空系统的出口合同 早在2018年10月就已签订 印度方面购买了5套系统 是继中共和土耳其之后第三个外国买家 北约将S400凯旋防空导弹系统命名为咆哮 是俄罗斯第三代地对空导弹系统 用于超低空到高空近距离到超远程的全空域对抗多目标空系 采用四种专门导弹 包括超远程40N6 远程48N6E3 中程9M96E2 近程9M96E导弹 构成多层次防空屏障 可有效的打击战略和战术飞机 弹道导弹高超音速目标 以及其他在电子对抗和其他条件下的空袭 俄罗斯塔斯社2020年2月报道 俄罗斯已完成了向中国交付S400凯旋防空系统的合同 在第二批交付的武器系统中 还包含了120多枚 两种最新型号的地空导弹 在中印紧张对峙之际 莫斯科同时帮助双方 增加军事实力的做法 颇为外界关注 据报道 11月1日 印度陆军独立第50散兵旅 在中印边境父亲举行了大规模空降演习 11月3日 中方解放军西藏军区 某合成旅 也在藏南附地进行了高原山地进攻演习 六中全会刚结束 习近平立即开始收拾对头增庆红的江西帮 11月13日 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肖毅被中纪委宣布双开 并移送司法 肖毅跟曾庆红心腹马仔 前江西省委书记苏荣 以及江西省前人大副主任史文清案有关联 这时期《人民日报》8日9日连续三次点名《铁帽子王》之后 习近平对曾庆红的江西帮成员展开了新的行动 中纪委在通报中强调 消逸滥用职权 引进和支持企业 从事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虚拟货币挖矿活动 违规取债上项目搞建设 违规收受礼品离亲 接受可能影响公众执行公务的宴请 纵容默取特定关系人 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 违规从事盈利活动 搞全色钱色交易 不正确履行职责 随意决策实施重大项目 干预插手司法活动 与不法私营企业主沆线仪器 以权谋私 利用职务便利 在职务浸生 工程承拦 项目开发等方面 为他人牟利 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其中关于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说法 在《落马老虎》通报中首次出现 公开资料显示 萧毅长期在江西省任职 曾在江西省政府 驻北京办事处任职近十年 2018年1月 升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 兼任福州市委书记 江泽民曾庆红派系要员 孟建柱主政江西期间 多次提拔萧毅 据陆媒报道 萧毅跟曾庆红心腹马仔苏荣 史文清案也有关联 前江西省委书记 苏荣落马后 供出的送礼名单中 萧毅也在其中 前江西省委常委 史文清9月21日落马后 大陆界面新闻随即报道 史文清曾帮苏荣之词 苏铁智获利1200万 即推出风靡全球的歌曲《玻璃星》后 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 自创一首台湾金门观光歌曲 墙外再次火爆 上架仅两天 突破280万观看 看哭了墙内华人 黄明志要大家慢慢细品歌曲和MV 里面有很多奥妙的细节 和想要传达的讯息 在MV中 两名小孩偶遇后彼此欣赏 对彼此没有恶意 但他们之间却隔着一道 无法跨越的高墙 小女孩身着红衣 坐红车 家具都是红色 影射大陆的环境 中国歌手小花唱道 家门被锁紧 妈妈会担心 被认为一直中国人 纵然向往墙外的自由 但却被党妈严管 而无能为力 黄明志头戴绿帽 身穿蓝衣 暗语台湾 他唱道 我躲在角落 远远望着你 你的美丽 回荡在我记忆 蓝天和绿地 是我的栖息 也是你向往的风景 只身处自由的人们 仍望着中国 而墙内人 始终也在向往自由空气 细心网友还发现 MV中的一些细节 如男孩在书本上描绘了 8964图成场景 墙里的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 240-15 等于125的错误答案 隐喻墙内教育和宣传充满谎言 女孩从墙内传递给男孩的 纸飞机上写的简体字 隐喻女孩来自墙内 这座墙就是中共的长城防火墙 给歌曲油管频道留言的 不乏墙内人 有人写道 反复看了很多遍 哭了很多遍 我们作为并不支持中共政权 却身在墙内的人 常常是隐形的 很少能被看见 可是当我听完这首歌 认真翻完评论之后 却突然感到其实 我们是能被看见的 墙它真的 真的真的阻隔不了 所有目光和爱 愿所有墙的结局 无一例外 都是被推翻 自媒体世界十字路口 主持人唐浩说 歌曲最后一句 相信我们总会相遇 在某年某月 某一个转移 一直 总有一天 中国会出现巨大转变 让墙内人找回自由 与墙外人民一起 自在和平的生活和交往 据路透社报道 中共驻美大使馆 最近几周加紧游说 美国商界团体和企业高管 让他们说服 国会议员放弃或者修改 对抗中共的议案 据路透社看到的信函显示 发信者是 中共驻美大使馆的经济商务处 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中共驻美大使馆 广泛向美国商界 有影响力的人士发出信函 报道称 中共使馆警告美国企业 如果相关立法成为了法律 这些企业将失去 他们在中国的营业收入和市场份额 消息人士还表示 收到信函的一些人担心 自己如果在相关议题上 接触了美国国会议员 可能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 有关规定 消息人士称 没有人希望被人知道 他们收到了中共使馆信函一事 中共使馆在11月发出的信中写道 我们恳请您 再敦促国会议员放弃偏见 停止推动与中国相关的负面议案 或者删除负面条款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 从而在还来得及的时候 为两国的经贸合作 创造良好的条件 那些具有负面影响的 涉华议案所带来的结果 不是指保护美国公司的利益 而伤害中国的利益 它将会伤害到各方的利益 推动排除中国的供应链 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对美国产品需求的减少 造成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份额和营收的下降 美国参议院6月初通过了 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 该法案为加强美国企业竞争力 应对中国威胁 而拨款支持半导体的生产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于7月也通过了 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与接触法案 消息来源说 这两个法案都是中共游说抵制的目标 公开力挺中国人权的NBA球星坎特 近日接受CNN专访时 透露今年夏天 他开始关注中国人权 是源于篮球营一位家长的话 那位家长说 你很棒 总是在谈土耳其的人权问题 但你为什么只字不提维吾尔人 你是个伪君子 这段话震惊了坎特 他承诺对方 会深入研究维吾尔议题 之后还延伸到台湾 香港和西藏的人权 除了看油管上的相关视频 坎特还亲自听受害人讲述经历 一名集中营幸存者 诉说多次被强暴虐待 还谈到强摘器官和监视器的例子 坎特说 当我听到这些故事 我相信是神给了我这个平台 为无法出声的无辜民众发声 他感叹 很多运动员 演员一提到中共就会退缩 因为太在乎钱 而他认为 人权和拯救人们的生命 才是最重要的 坎特认为 中共明显在用钱收买他人闭嘴 但他的想法是 我不在乎你的代言合约 你的钱 你在做的种种商业交易 如果你侵犯人权 我就得说些什么 腾讯已取消坎特所在的塞尔蒂克队的所有转播 坎特10月份在纽约尼克队主场麦迪逊花园广场参赛时 穿上鞋有西藏自由字样的球鞋 他回忆 NBA因担心遭到进波 赛前要求他把鞋脱了 但坎特以言论自由和没有违反NBA规定为由拒绝 坎特也批评NBA最大赞助商耐克对中国人权一直沉默 11月12日 他在推特写道 我们需与台湾站在一起 支持台湾并捍卫民主等 台湾总统蔡英文随后发推文感谢坎特 13日 坎特回复感谢蔡 表示深感光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坚持普世价值 弘扬传统文化 看中国与您一同守护台湾的未来